經過了Fever 粵語評述的電腦預測之後 以及我的個人預測之後 場播在昨天應該是九點打了 現實的結果是熱刺贏2比0的主場 這個電腦現在在畫面上我再一次開遊戲 再將這兩隊再玩一次 結果熱刺在遊戲中也贏過 即是說連上一次我做了一個賽前的電腦預測 熱刺又贏 這次賽事完了 我再一次用同一個陣容 即是現實的陣容再預測一次 結果熱刺都贏的 難道Fever 真是這麼厲害 我個人的預測 我覺得慢成的機會大一點 結果兩次的電腦都擊潰我 一個就是Fever 的電腦預測 有見及此 我認為我有責任繼續嘗試 讓電腦繼續預測未來的一些重要賽事 而我自己也進行一次個人的人肉預測 但電腦預測及人肉預測方面 是會有甚麼結果出來的 究竟是電腦較強 還是人腦較強 很多人都說 那是你和電腦鬥 不是各路的專家和電腦鬥 但很有趣 即是我們看到剛剛的精華片 電腦預測到 萬成的球員擺烏龍 烏龍球奧達文迪 即是實在 有沒有這麼厲害 還是長球完結後 Fever 立刻可以做一個反應 即是可以令到暖場 現實中的賽事 影響到遊戲裡的結果 所以剛才說到的 就是各路門派和你自己的預測 這就沒辦法了 因為坊間當然有很多不同的人預測 基本上我沒有辦法總結這麼多人 因為實在太多 只有我和電腦鬥 先保住 電腦和人的比拼 似乎是 來得都算是 如火如荼 即是基本上 計算國際象棋 和人的預測 再推前一點 其實人都很喜歡 找些動物和它鬥一下 例如鬥一下快 跑一下快 現在就有我和Fever 來一次對決 最終會怎樣呢 看來是一段時間 例如疫苗也是 沒有二、三十年的 現實測試 你都不知道疫苗是否有效 或者是否有副作用 所以看來何鷹是要努力 繼續做這類型的Fever 電腦預測 對決何鷹的人肉預測 首先第一回合 我先輸給這個電腦 好了 講回一場比賽 總結一場賽事 我認為一開始 其實兩隊不是太大分野 直到烏龍球出現 整隊熱齒打起了山谷仔 整隊山谷仔在情緒上 高漲的情況出現 而這個曼城也沒有作出即時的處理 例如拿回定球 控制局面 以及做回互傳互動的 他自己比較拿手的好戲 沒有做出來 這個熱齒就乘勢繼續攻 這個過程上 就要贊回他們的教練 保折天武 沒有出贊神 出了孫英文打前鋒 看來是無風陣 但如果踢突擊 其實是沒有甚麼關係 因為都是拉美蘭、艾力神、艾利 以及孫英文四個或三個半 是做反擊 基本上雖然你見到熱齒 他的控球都不少 但他們的進攻是偏向直向的 即是一鼓作氣坦克車便去 基本上都是一些短暫的攻勢 但這些短暫的攻勢 很適合這班球員打 尤其是艾利 艾利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嘗試一下 如果他對強隊的時候 比他踢前一點 但他踢弱隊的時候 盡量安排他踢中路 防中或中場的位置 因為這個球員 如果對強隊不需要主攻 他可以踢一些反擊 他踢反擊的能力是不錯的 但如果他對弱隊 因為球隊要組織 要打半場陣地 反而他很多時候會衝上去 很迫的位置 例如衝上禁區頂或禁區內 所以如果保持天堂可以調控這個球員 在對弱隊的時候放後一點 這個球員的未來是會來得更好一點的 他的進程和進步 以及他的視野更加可以開闊 結果到半場的時候熱刺 但他又多入球 孫英文的表現 正如我在賽前預測所說 他都逐漸融入球隊的進攻範疇 你見他今天打前方也好 你見他以前打左翼也好 他的表現都激切讚賞 亞洲球員來說 打英超有這麼好的成就 我認為他將會超越到星爺 因為朴志昇打防中 入球不多,光芒沒有那麼大 當然朴志昇也是很神級的 如果在亞洲球員來說 他可以在英超踢到這麼高的水平 但如果孫英文來說 他能夠多些組織入球 你見他的助攻 比亞利那球球都非常獨到 所以我發現 韓國球員更加適合踢 這是英超 到了下半場,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萬成反應不到 四個字說完 就是歲月不留人 對球真的年紀大 很正如我賽前所說 他們已經年紀不小 對著一群年輕有為的山谷仔 這場球還被他們打氣了一個烏龍球 結果令到他們 即使不入十二碼 都最後贏到你萬成 這場球是我的分析 未來會繼續有FIVA 預測 對人肉何瓶預測的對決 首先我輸了一次 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繼續做下去 看看一季之後 究竟是我贏還是電腦贏